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呢这个在物理光学部分呢 我们主要是介绍两种这个镜子的成像 第一种呢是面镜 第二种呢是透镜 那我们知道凡是面镜呢 都是利用反射来成像的 我们过去呢曾经介绍过平面镜的成像 我们再来介绍第二种面镜就是 球面镜那球面镜有两种 第一种呢是凹面镜第二种呢是凸面镜 我们先来介绍凹面镜 那凹面镜呢它是球面镜里面的一种 就是它的球面是一个凹面 它的成像呢最主要是利用三条 主要的入射光线的反射光线呢 相交而成的 它出现的像呢有两种 一种是实像一种是虚像 那只要是实像呢一定出现在镜前 就是说它有实际的反射光线呢 形成的像所以它一定是倒立的 那虚像呢是由反射光线的延长线 交汇的点呢所形成的像 所以凡是虚像呢一定都是正立的 那凹面镜的它的虚像呢是一个放大的一个虚像 这是跟凸面镜有很大的区分 那一般这个凹面镜呢是一般是用在反射式的望远镜这些光学仪器当中 那我们下面就由这个图形呢来说明它的这个成像 这是一个凹面镜所以它的它是一个球面 球星的位置就是我们称为趋力中心 那我们在这边呢画一个对称轴 就是一个凹面的对称轴 这个对称轴我们称为光轴 那对称轴跟镜面的焦点呢我们称为顶点 就是这个V 那它的中心点就是它的中央的位置呢 这是它的焦点 焦点是怎么形成呢 就是远方的光线呢是平行光进来以后 经过凹面镜反射以后呢 一定都会汇聚在它的焦点上面 这是它的焦点形成的原因在这里 那焦点到顶点的距离呢我们称为焦距 那中心点到顶点的距离我们称为趋力半径 也就是球的半径 这个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光源在这里 那第一条主要的陆射光线呢 是平行这个光轴 所以经过它反射以后一定会通过这个焦点 这是第一条反射光线 那第二条呢是通过焦点的这个陆射光线 它的反射光线一定会平行这个光轴 所以它的像呢就会出现在这里 这是一个倒立的一个实像 那第三条是辅助光线 就是射到顶点的这个光线呢 它会遵守反射定律产生反射 就是反射角会等于陆射角 所以你看这三条陆射光线呢 都会焦在同一个点 这个点呢就是一个像 就是它的一个像 这是实像 我们再来看虚像 这是一个虚像 这也是一个凹面镜 因为它的镜前是一个凹面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光源呢 放在焦点跟顶点之间的话 一样啊 它如果这个陆射光线 如果是平行光轴的话 它的反射光线呢 一定会通过这个焦点 这是第一条反射光线 然后呢 如果射到顶点的这个光线呢 它的反射光线是这个 你可以发现啊 这两个反射光线呢 在镜前 它是发散的一个光线 所以它不可能汇聚 因此我们就做它的延长线 延长线过来以后 它的虚像是出现在镜后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 确实是一个放大 正力放大的一个虚像 那下面呢 我们透过这个 我们来看它的一个成像的特性 以及它的公式 以及它的一些公式 我们先看它的成像公式 它这个就是物据的导数 P是代表物据 就是光源到顶点的距离 我们称为物据 它出现的像呢 是到这个顶点的距离 称为像距 如果它的像呢 是倒立的实像的话 那这个像距是正的 那如果它的像是一个虚像的话 像距就会变成负的 那物据的导数 加上像距的导数呢 等于趋力半径导数的两倍 好 那我们知道焦距呢 刚好是趋力半径的二分之一 所以它刚好也会等于 焦距的导数 是它的一个成像公式 对 那我们来透过公式呢 我们去了解它的一些特性 成像的一些特性 好 第一个它出现 如果物据大于焦距的话呢 那又分成三种情形 第一个是物据如果大于趋力半径 好 它出现的像呢 就是现在趋力中心跟焦点之间 所以这时候它代表它的像距呢 小于物据 所以它是一个缩小 倒立的一个实像 那如果物据呢 刚好等于趋力半径的时候 等于说 我们把这个光源呢 放在趋力中心的上面 它的像呢 出现在它的正下方 所以这个时候像距等于物据 所以它是一个倒立呢 跟同高度的一个实像 那如果物据呢 小于趋力半径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光源呢 放在趋力中心跟焦点之间的话 这时候像距呢 会大于物据 所以它出现一个倒立放大的一个实像 也就是可以把那个光源呢 把它的像呢 投影在这个凹面镜的 这个前方的那个墙壁上面 我们这个是三单相 那个投影的一个原理 那如果物据呢 刚好就是把光源放在焦点上 所以物据如果等于焦距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带入公式以后 它的像距是无限大 表示说 它的反射光全部都是平行光出去 所以它没有办法成像 那如果物据呢 小于焦距的时候 刚刚我们从图上看得出来 它是出现 就是出现一个正立放大的虚像 因为这时候的像距呢 是小于零的 小于零 好我们下面再透过立体呢 对这个凹面镜的一些特性呢 我们再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好我们假设有一个 趋力半径呢 为二十公分的一个凹面镜 所以它的焦距呢 就是十公分就对了 那现在我们要让它呈现一个 让它的像呢 出现在镜前的三十公分的墙壁上 换句话说像距是三十公分 在这里 那我们应该把这个光源呢 放在什么地方 就等于是要有误具就对了 所以我们就带着它的成像公式 带进去 就算这个结果呢 它的误具是十五公分 就是把它放在这个 离开这个顶点的前方的 十五公分的位置呢 它的像就会出现在 离开在镜前的三十公分的墙壁上面 就变成一个放大两倍的一个 一个倒立的一个像 一个像 好 那这个有关这个凹面镜的一些成像的特性呢 以及它的一个原理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